画面现场是111年度基隆优良公寓大厦颁奖典礼 由市政府新任秘书长方定安亲自颁发奖牌给获奖的10处社区 在大型公寓大厦组冠军为国产江山社区 亚军为信义城社区 继军为海洋大学社区 中小型公寓大厦组冠军为汉陵小城耶鲁区社区 亚军为大和链社区 继军为关之林德安家康社区 长青公寓大厦组冠军为山海关社区 亚军为第一特奖社区 另外社区主题特色方面 由同心园社区获得外观维护特色奖 环境整洁绿美化特色奖 由早安国阳社区获得 获奖社区也分享管理维护的经验 基本上来说的话就是 你从中庭看出去的环境 就是把它营造的比较好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停车场要明亮 然后梯间的一些东西 我们把它做比较有整齐的规划 不要去对方杂物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住户之间 就是尽量用比较和谐和善的态度 去跟大家做沟通 对因为其实刚开始我上任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住户会觉得说 我的 因为我比较年轻 他们觉得说好像外星人一样 这想法会不太一样 后来他们慢慢知道说 其实我是有心要帮社区做一些改变 然后也慢慢就接受我的一些想法跟建议 那也陆续做推动 如果你们大家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去我们社区参观一下 其实中庭的环境跟以前差蛮多的 我们也有做一些无障碍的拨到 因为其实未来会慢向高龄化 有一些我会做给轮椅可以推 然后像中庭我有做一些拨到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到得了 对就是用比较热宁的环境 去打造社区的一个氛围 那也还大家慢慢会越来越认同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们大概就是说 是一群有热忱服务的这个住户 大家出来担任官委会的委员 那主要我们经营的项目就是 我们尽量是公平公正公开 那财务透明 那包括就是说 在社区的建设跟管理办法上面 我们尽量去符合现在我们的 时代的驱留 比如说我们社区有建制 电动车充电桩的一个管理设备 那这个设备 其实目前我们已经成功试装了两台 那其实大家很多社区 在这个方面遇到一些问题 那其实透过一些管理办法 包括在厂商的制定 包括我们在钻洞或者是线材的一些要求 其实透过一些管理 我们是可以有效的去 为社区做一个更精进 或者是更现代的一个提升 我们所有的公寓大厦的一个管理 其实在现阶段已经比 盖好房子更重要 一个维护管理可以让一栋建筑物的生命 周期能够延长 所以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不只是告诉大家 社区的维护管理非常的重要 另一方面其实透过这个社区维护管理 可以找一些志工妈妈还有邻居 大家共同来维护管理 这个才是更符合我们社区发展的这些精神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活动的办理 来让大家更清楚 关心自己的社区 关心自己的环境 那今天看到在我们在评审过程之中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区 他们自动自发 集结一些关心社区的这些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来做这些维护管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很值得 大家来推展的一件事情 市府秘书长方定安恭喜获奖的社区 主要是社区住户的参与度 与社区环境的改善 获得评审的青睐 也希望透过评选与颁奖 鼓励每位市民积极参与 社区的管理维护工作 大家携手一起来打造优质的居住环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